日前搜狐视频在北京一家餐厅外 撞见了和朋友一起吃完饭的刘亦菲母女 刘亦菲当天打扮略有新意 尝试了衬衫配卫衣的装扮 里面剥点衬衫透出刘亦菲少女的小可爱 外面的卫衣则增添了几分个性 她在发色上玩起了时下很流行的调染 发尾调染成了黄绿色 当天溯源的刘亦菲看上去心情大好 黑色平顶帽丫头 却难以掩盖好肤色好心情和好气色 一路和身边的妈妈有说有笑 说到开心处还不时的回头 和身后的两位朋友攀谈 几人一起眉开眼笑 刘亦菲妈妈当天一身黑衣打扮 又酷又利落 左手拎着手提包 右手拎着一个大纸袋 所有负担自己扛 刘亦菲惬意的背着自己的小背包 不知道看到了什么新奇的东西 刘亦菲表情惊讶的向门外直去 十足好奇宝宝的模样 刘亦菲妈妈也顺着手势看过去 走到室外后 为了不被人认出 刘亦菲将魏衣帽套在了头上 做到了双重掩护 随后一行四人快步走上汽车里去 搜狐视频 娱乐播报 独家报道